红色背景写上我爱你中国 每年10月第一天就是大陆国庆日 祝贺成立73周年 台湾艺人也转发表态 女性欧阳娜娜选在1号凌晨2分 抢先驻祖国繁荣昌盛 反而第一名模林志玲在微博写下 圣史中华 陈说在台湾吃海鲜很奢侈的风波的杨成林 转发贴文愿大陆锦绣中华 嫁给大陆男星成小的陈妍希也发文祝福 参加路纵的王大陆说祖国国父名强 近期飞到大陆的陈俏恩也祝福风调雨顺 汪东城则喊国庆快乐生日快乐 台湾艺人表态祝贺在两岸掀起热议 而大陆这部电影也备受注目 开着战斗机在天气翱翔 有王一博胡君主演的《长空之王》 描述大陆新一代试飞员 开着中共战机兼20元新机 战狼风格十足 号称是大陆版的捍卫战士 《长空之王》预计在9月30号上映 抢11国庆党期 官方预售票房就破3000万人民币 却临时被喊咖 片商表示因为党期而上映计划调整 要将《长空之王》改党 以及及联络售票平台和影城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 说中共二十大前为确保高层权力过度万无一时 避免这部政治片节外生枝 中国广念局政策多 传艺势圈将执行五部政策 包含军旅剧不能拍爱情题材 艺人不能用英文名 要求古代服装要按照历史 以及不能用整容的艺人 加上要严格监督艺人纳税申报 大陆演艺圈规范越来越多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